隋文帝杨坚对太子杨勇彻底失去了信任 他召集大臣正式宣布废处太子杨勇 那么杨坚列举了哪些废处理由 这些理由能否服众 关键时候又是谁站出来对杨坚的决定表示反对 太子杨勇和他的支持者最终的结局又是怎样的 历史学者张成将为您讲述隋朝太子费力风云 第六集杨勇被费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今天我们继续关注隋朝的义处风波 在之前的几集当中 我们反复讲到独孤皇后 晋王杨广和宰相杨素 三个人不是监视太子杨勇 说杨勇的坏话 就是暗中耍手段打击杨勇的支持力量 日积月累 隋文帝杨坚终于对太子杨勇彻底失望了 开皇二十年也就是公元六百年九月 隋文帝召集大臣宣布要废除太子杨勇 废立太子不是一件小事 即便是皇帝也要向大家解释清楚为什么要废除太子 隋文帝杨坚就把心中积累的对杨勇的不满 当然其中的信息是半真半假 既有杨勇自身行为不检点的地方 也有很多是晋王杨广等人恶意中伤的 我们来听听隋文帝杨坚是怎么说的 首先杨坚痛斥太子杨勇好色 比如说杨勇曾经指着独孤皇后的侍女说 他们将来都是我的 我们知道杨勇等皇室贵州从小就生活在花粉堆里 长大以后喜欢美女是很自然的 晋王杨广等人都是如此 只不过杨勇不会掩盖自己贪恋女色的言行而已 接着杨坚重提了太子杨勇和太子妃原氏的家庭问题 太子妃原氏是隋文帝和独孤皇后给太子杨勇挑选的正旗 夫妻俩感情不好 原氏后来抱病而亡 隋文帝杨坚就非常怀疑是太子杨勇派人毒死了原氏 为此斥责过杨勇 杨勇回去后杨延要杀了原氏的父亲 也就是自己的岳父原孝聚 隋文帝杨坚认为 这是杨勇欲害我而迁怒 就是杨勇想害自己的表现 太子杨勇宠爱侍妾云昭训 两个人生育了皇长孙常宁王杨衍 孙子出生的时候 隋文帝杨坚和独孤皇后都很高兴 抱过来养育 估计杨勇夫妻两个人也想念儿子 多次派人来要接回这个娃娃 杨坚就多疑就起了疑心 他想啊云昭训是市井百姓云定兴的女儿 而云定兴呢在杨坚看来啊 只是一个愚昧无知的人 那么他的女儿也好不到哪儿去 况且常宁王杨衍 在太子杨勇和云昭训啊 野外私河而生 由此想来杨衍啊 是不是杨勇的亲生儿子 都是值得怀疑的 如果杨衍不是皇室血脉 那么就乱了宗庙设计 而且龙生龙 粪生粪老鼠的儿子会打动 世井愚民的子孙啊 会拉低皇室的智商和道德水平 所以隋文帝杨坚从杨勇的好色开始 再谈到了杨勇的家庭问题 最后和宗庙设计杨家的千秋大业 联系在了一起 这个问题就严重了 最后杨坚宣布 我虽然比不上尧顺 但也不能把亿万百姓交付给不孝子孙 之前我老担心太子加害于我 如防大敌 今天我要废太子杨勇 以安天下 我们客观地评价隋文帝杨坚 要废杨勇的理由 没有一条是杨勇在政治事务上的失策 或者是错误 基本上属于是家丑外扬 说的都是家长里短的事情 但是却和政治发展和国家霸忌联系在了一起 可见皇帝家里五小事 皇太子不好当 当时太子杨勇的支持力量 虽然遭受了严重的打击 但是朝堂之上还残留着一些支持者 听到皇帝要废太子 左卫大将军 五元公 元明 就勇敢地站了出来 表示反对 在君主专制政治下 皇帝已经明确表达了意见 还能当面反对的 都是值得敬佩的勇士 隋书用了八个字来形容 勇士元明的状态 辞职真强 声色俱立 只见元明站出来说 费力是大事 天子无二言 一旦颁布了废太子的招书 皇上后悔就来不及了 现在朝野流传着不少针对太子的谗言 请陛下明察 听了元明的意见 杨坚沉默了 没有回答 杨坚不是昏君 也不是暴君 他不会无缘无故地下令 把元明拉出去 更不会剥夺元明说话的权利 从元明的反应当中 杨坚明白 朝堂之上还有一股支持杨勇的力量 大臣们并没有对废除杨勇这个事情 达成共识 那应该怎么办呢 虽然杨坚已经当着重大臣的面 很明确的表示要废除太子杨勇 但是他的决定依然遭到了一些大臣的反对 那么杨勇的命运是否能够因此而出现转机 关键时候又是谁在暗地补了致命一刀 彻底结束了杨勇的政治生命 历史学者张成将继续为您讲述 隋朝太子费力风云 第六集 杨勇被费 他是大习的地造者 一生只和皇后剩下无子 他身心异母同胞的五兄弟会同心协力 共保地义国将上 却不料太子的费力 使得兄弟间猜忌反目 相互杀了无一善终 隋文帝为何要废掉长子杨勇的太子之位 四字杨广经历怎样的处心积虑 当上了太子 太子的费力给王朝埋下了怎样的政治危机 存世三十八年的王朝 由空前兴盛到急速衰亡 到底经历了什么 历史学者张成将为您讲述 隋朝太子费力风云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 太子杨勇的亲信 已经被晋王杨广收买的那个鸡威 主动站了出来 告发太子非法 隋文帝阳间正好在思考怎么进一步揭穿杨勇 为废除太子 统一统一思想 在这个节骨眼上看到有人告发太子 马上对鸡威说 太子的那些事你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尽管说出来 鸡威呢就半征半讲 天由加醋说了起来 臣陪伴太子多年 太子和臣说了很多话 太子意在交涉 想把从樊川到散关的土地都划为自己的陵院 太子还说 昔日汉武帝计划建造上陵院 东方朔建筑了他 汉武帝反而赏赐了东方朔黄金百金 这多可笑啊 我没有金子赏赐这样的人 如果有人敢反对 我刚好可以杀了他 杀他上百个人 自然就没有人反对我享乐了 之前啊我们谈到过 隋文帝阳间提倡节俭 反对享乐浪费 鸡威告发太子要大兴土木建造园林 完全是和隋文帝的价值取向 相悖 不过从樊川到散关的土地啊 跨越了大半个关中平原 绵延数百里 如果要建成这么大的园林 那该是多大的一项工程啊 只要是正常人 想想就能判断出鸡威的告发啊 可信度不高 鸡威接党就把公鸡的矛头 转移到了政治领域 他说啊 杨勇对隋文帝君臣啊 有诸多的不满 原先太子左卫帅 苏孝慈是历经啊 西卫北周和隋朝的三代老臣 打过仗有能力 是太子杨勇 蜀官当中的佼佼者 后来呢 杨坚解除了苏孝慈的职务 改任他职 杨勇呢 难免心中不快 按照鸡威的描述啊 杨勇是愤然扬走 说 大丈夫会当有一日 终不忘之 绝当快意 这是公开的发泄 对苏孝慈人事任命的不满 含有要秋后算账的意思 姬威又说 东宫提出了许多需求 尚书大臣们啊 依法办事 很多都给拒绝了 太子杨勇为此很生气 曾经扬言 溥业以下 我要杀他一两个人 让他们知道怠慢太子的后果 杨勇啊 还在东宫当中建造了一座小城 驱赶工匠 日夜赶工 杨勇曾经说啊 至尊称我多策术 难道高伟陈书宝 岂是逆子乎 这就是把自己啊 拉低到了和王国之君 高伟陈书宝相提并论的地步了 最后 姬威还举报杨勇 指使巫师占卜吉凶 事后宣扬 开皇十八年 是皇帝的死祭 这日子啊 快到了 这分明是在咒杨勁死 姬威的这一席话 勾勒出了一个 娇奢淫逸 给予登基 不忠不孝的太子形象 很多情况啊 是隋文帝杨勁 事先都没有掌握 杨勁听的是 眼泪都流下来了 他伤心的说 谁不是父母生的 杨勇乃自于此 之前啊 我这个儿子 亲近女色 寄予皇位 我一而再 再而三的容忍他 想不到 他竟然变本加厉 胡作非为 我最近翻阅奇书 看到高欢放纵他的儿子 最后导致国破家亡 看到我是特别气愤 历史教训就在眼前 我怎么能再犯错误呢 姬威的告发 坚定了杨坚费力太子的决心 他觉得 废处杨勇不仅是正确的 而且幸亏及时决策 才没有酿成大祸 于是 杨坚下令 囚禁太子杨勇 及其诸子 逮捕东宫的党羽 对杨勇的问题 进行全面审查 这个审查的任务 就交给了杨肃 杨肃是推翻杨勇阴谋集团的 核心成员 他审查肯定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果然 几天之后 有关部门就在杨肃的授意下 审查出了一个 以太子杨勇为首的阴谋集团 这个集团啊 大搞政治活动 阴谋篡位 其中 左卫大将军 原民负有素位责任 投靠杨勇 屈翼逢营 杨勇呢 又通过亲信 裴红和仁寿宫的原民 传递消息啊 两个人往来信息都密封好 上面提写 物令人见 隋文帝杨坚得报 恍然若五 怪不得 正在仁寿宫 有什么细微小事 东宫都能知道 比一马还快 原来啊 原来啊 都是原民这个家伙干的 他马上下令武士 把原民 裴红等人 都抓起来 致罪 先前啊 太子杨勇 从仁寿宫 参见父皇起居 返回东宫 途中 看到有一颗 枯槐 根干盘措 直径啊 有五六围 那么大 杨勇就对左右说 这棵树浪费了 可以做什么用呢 有人就回答说 古槐 由堪取火 隋朝的卫士啊 都随身佩戴火碎 有需要的时候 就自己生活 杨勇听了这话呢 就命令工匠啊 把这个枯槐 造了数千枚火碎 准备分赐给左右 审查的时候呢 这些火碎啊 都还在东宫仓库 同时呢 在仓库还查获了 树壶艾草 审查官员很奇怪 问鸡威 这是怎么回事 鸡威说 太子此意别有所在 他让常宁王 杨延等人啊 去仁寿宫办事 返回的时候 都要快马即行 一晚上就返回东宫 为此啊 东宫不仅储存了 很多物资 还养马千匹 杨肃呢 就拿着鸡威的话 质问杨勇 杨勇不服啊 反驳说 官府续养马匹 数万匹 我身为太子 有马千匹 难道就是谋反吗 杨勇的辩解 也有道理 但是啊 杨勇在遭受审查的时候 还如此强硬 实在是不明智 杨肃正好利用杨勇的态度 攻击杨勇是痴迷不悟 拒不配合审查 杨肃呢 又把东宫的雾器 服饰都加以修饰 陈列在朝堂之上 给文武百官看 在前几集啊 我们说过 杨勇本来就生活奢华 现在啊 杨肃又专门挑 其中最奢华的器物 故意暴露出了杨勇 娇奢淫逸的一命 随文帝杨坚啊 一向号召节俭 看到太子是背道而驰 肺都要气炸了 他派人啊 把这些物件 一一展示给杨勇看 同时 责问他为什么这么不检点 独孤皇后也派人责问杨勇 大致呢 是骂他宠爱妻妾 沉溺女色等等 杨勇的表现 还是两个字 不服 他面对杨肃主持的审查 不服 面对父皇和母后的责问 还是不服 杨勇是坚持自己没有大过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 双方都没有回旋的余地了 杨坚是决定废太子杨勇 派人去把杨勇带过来 杨勇见到使者 这才害怕了 不会是要杀我吧 由于杨肃暗中作祟 使得杨坚杨勇父子之间 已经没有了回旋的余地 杨坚下诏书正式废除了杨勇 那么太子杨勇被废后 他和他的党羽们命运将会如何 始终觉得自己冤枉的杨勇 还有为自己申冤的机会吗 历史学者张成将继续为您讲述 隋朝太子费力风云 第六集 杨勇被废 杨坚穿上戎服 在武德殿排列甲兵 召集百官 皇帝站在东边 宗卿王公站在西边 把杨勇及其儿子带上殿堂 然后杨坚命令大臣 薛道衡宣读招书 太子之位实为国本 苟非其人不可虚立 自古以来都有因为溺爱儿子 把江山托付给不合格的人 导致国破家王 生灵涂炭的悲剧 皇太子杨勇 能力平庸 不仁不孝 又亲近小人 多次绅士 正追欲爱子 实为上林 岂敢以不孝之子 而乱天下 杨勇及其儿女 都废为庶人 读完诏书 杨坚又让薛道衡 对杨勇说 你的罪恶 人神共器 你想保住太子位 怎么可能呢 杨勇跪在那儿 已经彻底明白了自身的处境 老老实实地拜了两拜 求劳说 我本该弃尸都市 告诫世人 幸亏皇上可怜 得以保全性命 说着 杨勇的眼泪 咕咕地下来 留满了衣精 杨勇当了二十年的太子 大致上 前十年是顺风顺水 地位稳固 但安逸富贵的环境 并没有培养出 与太子的身份 相辅的素质和心机 结果在后十年的权力争斗当中 节节败退 导致最终全军覆没 杨勇遭到废处后 就被囚禁在东宫 以左卫大将军 五元郡公 元明为首的很多人 被看作是废太子杨勇的党羽 遭到了清洗 其中元明 唐令泽等七个人 被看作是罪魁祸首 核心骨干 全部处斩 车骑将军 盐皮 东郡公 吹君措 游继位 沈福宝 等四个人 被处账一百 自身家属和家产 全部没收入官 此外 另有很多人 被看作是杨勇的支持者 遭到处罚 对于一般官员来说 他们并不清楚高层动态 很难把握好自己和太子相处的度量 当太子被废的时候 他们惨遭清洗 实在是有些冤枉 当年十一月 隋文帝杨坚立晋王杨广为新太子 十二月 命令东宫官署 不得称臣于皇太子 杨坚吸取了教训 一开始就显入出要抑制新太子的意思 话说 废太子杨勇被囚禁后 始终觉得自己是冤枉的 频频请求 面见杨坚声冤 新太子杨广呢 就一直阻拦着他 压根就不让父亲杨坚 知道杨勇求见 杨勇于是就爬到大树上 大喊大叫 希望父皇杨坚能够听到声音 自己有机会面见父皇声冤 杨勇这个人真的是很傻 很天真 杨素简简单单一句话 对杨坚说 废太子杨勇 鬼附生了 精神不正常 一个人大白天爬到树上 大喊大叫 不知道的人 可不是以为这个人是个神经病 果然杨坚知道以后 也判断杨勇发疯了 再也不见他 两年以后的人寿二年 公元601年八月 独孤皇后去世了 十年五十岁 借着皇后的丧事 一些为杨勇抱不平的人 纷纷上书 为杨勇争争取权益 先是文灵狼杨孝正上书说 皇太子杨勇为小人所悟 宜家训会 不宜废处 随文帝杨坚读后很生气 动手打了杨孝正 接着 贝州长使 裴宿上表 请求啊 仿照前朝惯例 分废太子杨勇为王 这道上表啊 触动了杨坚 杨坚觉得啊 天底下 还有一帮人在维护杨勇 这出乎他的意料 他特地征召陪宿陆朝 两个人面谈杨勇的问题 虽然啊 杨坚最终没有同意 分杨勇为王 但激起了朝中 另外一批大臣 相继发难 随朝政治啊 并没有因为太子费力一事 尘埃落定而安静下来 相反是 暗流涌动 争斗不断 随书啊 就认为 费太子杨勇 在位日久 杨坚一旦费力太子 开逆乱之源 长际欲之望 要想知道 同情费太子杨勇的事 将如何发难 随朝的政治风云 又会如何变换 欢迎大家收看 下一集的法律讲堂 谢谢大家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